不過美國跟中國我們要來看到 已經簽署的這個中美科技合作協定 其實已經簽了幾十年的時間了 那麼現在美國希望延長半年的時間 那麼針對這個內容的部分 再來做一些討論跟這個修訂 如果說失效的話 那麼到時候美國的研究機構 他們就必須要單獨跟中國重新談判 目前來看的話 這個雙方的這個關係 接下來有可能會再更惡化 剛剛有提到 在中美科技的一個合作協定 那當然過去大概是五年一千 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但是在這一次八月底到期之後 就暫時是做了一個延長 也就是說要到明年第一季 才會看到就是說 美國有進一步的一個結果 是不是會有進行這個續約的一個動作 那所以這個也充分反映 現階段其實美國對於在中國 可能在關鍵技術上的一些管控 還是有一些比較疑慮的部分 那甚至我們從學術的一個方面 來看 在過去美中的一個研究人員 他們所和諧的這個所謂論文的一個篇數 來看 2021年其實可以達到五點一六萬件 然後這個數字其實是比 2020年減少了五個percent 這個是二十八年首次的一個減少 而且我相信在2022年以及2023年 這個下降的一個趨勢還是會持續的 所以這個也充分地反映 那目前因為在美中兩強的一個對抗之下 那麼所以在學術界他們互相交流的這個意願 其實也正在下降當中 那另外我們再來看 在美國商務部長 那麼雷蒙多他出訪中國的一個狀況 他也提到了 那麼美國企業其實對於中國的一個耐心程度 正在降低當中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其實也反映了 那目前其實在這個美國企業對於中國 他各項的一些法規上的一些管制 事實上是覺得有不確定性 其實是比較高的 所以在這方面投資中國的一個意願 其實也是在慢慢的下降當中 那目前其實短期之內 美國對中國的一個管制 其實要鬆綁 還是有他的一個難度存在的 那這個當然會對整個全球的一個半導體的供應 鏈就會帶來更多的一些不確定性 事實上我們回顧在過去的歷史當中 從二零一七年 那麼美國所採取的一個角度 就是比較是擴大外資的一個審查 而在二零一八年 比較是出口管制 他的一個範圍的擴大 那二零一九年就是採比較實體清單的一個部分 那在二零二零年就比較是防堵5G跟半導體 那二零二一年就是比較納入在投資者的一個名單 那在這個去年的部分 就開始更為加強半導體方面的一些防堵 那在今年的這個趨勢其實是更為明顯了 那今年的部分 美國做了哪一些動作呢 第一個當然就是美國 他聯合了日本跟荷蘭 那麼終於成功的 那麼圍堵了 就是對於在中國方面設備的一個出口 那畢竟這個是全球的前三大的 半導體的設備的供應商 那這個部分 當然對於中國的影響其實是比較大的 因為中國目前在半導體設備的一個自己率 相對還是比較不足的 那另一個部分我們來看就是在AI的一個狀況 那當然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在AI的一個部分 那過去的話我們可以發現就是說 其實在去年美國已經對這個所謂美國的這個企業 而且他在AI高階的方面的一些晶片 像是灰達的A100或者是H100的部分 是不能夠出口到中國的 那在最近的話只有在美國的部分 只有擴大就是在這個所謂地區別的部分 把中東的一個地區也納入 但是並沒有所謂把這個所謂降貴的部分 也就是說灰達的A800以及H800的部分 那麼有納入這個管制的一個範圍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未來必須要觀察的 因為以過去在美國 他在管制中國他的一個腳步上 都是先從最先進的 最先進的 最高階的部分 那做第一步的這個所謂的一些審查的動作 那第二個部分才會慢慢擴及到比較成熟 或者是比較中階的這一塊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軌境上 未來也會在AI的部分 會採取相同的一個措施 也就是說未來會不會再採取 把降貴的部分就是揮達 或者是未來再超微的一些供應 也不能夠同步的出口到中國 這個是未來的第一個觀察 那第二個部分 中國會不會全面性的去圍堵 那麼中國的一個AI 他的一個發展 也就是說包括了美國的企業 那像是在微軟 或者是在其他的一個Google 亞馬遜方面他所提供的雲端服務 中國企業也同樣不能夠使用 那這個就會反映到美國 他就會是全面性 那麼比較硬性的去管制中國 他AI整體的一些發展 所以以後的限制的話 是會有增無減嗎 對我覺得在未來其實 其實要鬆綁是比較困難的 美國為什麼能夠有這樣的一個能耐 來打壓這個中國 那麼甚至是令其他的一個盟友 也能夠來共同抗中 最主要 一定要選邊站 是 那最主要就是美國 他擁有了是全球半導體重要的 一個生產要素 第一個就我們剛剛有提到的 半導體的設備 全球的前三大 就是美國 荷蘭以及在日本 那麼總計已經高達了 這個八成以上的一個試占率 第二塊在關鍵的一個晶片 像是FPGA 我想不管是英特爾收購 賽林 收購這個阿爾特拉 或者是AMD收購賽林斯 這全部都是美系的業者所掌控的 那另外在EDA 我們也可以看到 除了德國的西門子以外 那當然包括了在這個 其他的心思科技 或者是易华電腦 這個也都是美系所掌控的 所以在這個方面 當然美國就可以令其他的這個盟友 可以來共同來抗中 那最後當然我們看一下 在中國的角度 那剛剛其實這個 薇楊也有提到在華為的部分 那我想近期的這一款 這個九千S的這個麒麟的一個晶片 我想他的部分確實是由中芯國際 以這個DUV的一個設備 那麼不斷地採這個多重曝光的一個方式 那麼來達到七奈米的一個生產 但是現階段其實他是比較用這個所謂迂迴的一個採購跟生產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達到現階段他們產品的一個推出 但是不管是在良率或者是在這個生產的一個部分未來要放大 其實都有他的一個難度 所以我覺得在這次華為的這一款的一個晶片 其實對於在市井 美國的這個意涵比較大一點 就是你在限制我 我還是做得出來 是 是 但是實際上背後的一個 這個後面的一個商業利益 恐怕或者是要拿到跟國際的一個水準來做比較 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現階段我們還是認為 現在美國對於中國不管是在人才流或者是技術流 還是在持續的階段當中 那目前中國他其實在國產化的一個比例上 大概還是介於十六到十八個percent左右 但他們的目標其實應該要達到七成 二零二五年要達到七成 那我們給各位觀眾一個數據 就是說去年其實在中國半導體 關閉的一個加數 其實是高達了五千七百四十六加 比前一年的三千四百二十加 還要高出的相當多 所以這還是反映了中國現階段 在半導體發展它的一個困境 好 剛剛劉總監 但我們看到中國半導體 現在在美國的這個制裁跟限制之下 發展依舊是面臨到這個困境的